下周要降温咯 我猜你们是不是需要一些 故动穿的鞋子 今天就来带你们看看 我最近收到的这几双 都是一些比较好看 百搭也很保暖的款式 首先就是最近很火的这一双 iTone厚底的雪地靴 我个人是更喜欢低帮大于高帮的 它这个底有一定的厚度 但是不会特别的厚 我自己试穿了一段时间 是没有出现崴脚的情况 我还买了一个最近很火的 那种袜套搭配它 你别说还挺好看 然后那天晚上 逛橙色软件的时候 又刷到这双沙色的 没忍住又买了一双回来 这双套里面的绒 可以看到是比上一双要更厚实的 所以价格也相应的会贵丢丢 鞋底也有五厘米的增高 包括鞋面全部做的 都是这种真皮的材质 像这个沙色颜色很浅 平时日常就会更加百搭一点 然后就是我最近的 心头爱这双老爹鞋 我之前的视频也穿它 搭配过好多次了 它上脚真的很好看 这种黑银的配色 真的超级酷 我自己是真的很喜欢 这种宽宽大大的鞋头 因为相对来说会比较显腿细 这双上脚的脚感也很不错 我之前穿它出门 逛了几个小时的街 都没有抹脚 然后就是这双袜靴 这双我留下来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的铜口不勒脚脖子 像我小腿围这一圈有27厘米 平时买鞋子真的很难买到合适的 但是这双我穿上 小腿这边还有一点点的余量 而且这双的鞋底 还有7厘米的增高 包括里面也是做了一层薄绒 冬天穿也不会冷 这双上脚我觉得还挺显腿细 挺修饰腿型的 像平时跟我一样 白袜学容易勒脚脖子的姐妹 真的可以试试这双 最后就是这双拖鞋啦 这双也是看到很多穿搭博主 都有在穿它 它搭配那种白色的裤子就很好看 它里面全部都有做这种佳容 平时不管我们是在家里 还是在办公室 或者说水饺一根穿出门都可以 它就是又好看又保暖 真的很方便 很适合烂人 这双拖鞋